观光的发展对于花莲中区乡镇公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万荣村的温泉开发许可已经审查通过了 在112年1月11号申请开工 目前正在进行温泉卖的早景钻探 那么明镇小组为了了解延宕多年的万荣温泉 暨观光产业发展计划 特地前来万荣乡公所进行这个案子的了解 希望能够协助相关程序上代以解决的问题 明镇小组一行人是来到了万荣乡公所 听取乡公所对于万荣温泉及观光产业发展计划 由于该计划对于万荣乡公所 未来再推展观光文化旅游影响深远 因此明镇小组一行六人希望借由考察行程深入了解 希望给予行政资源上的协助 万荣温泉我们也知道在前几年 几乎是基于停摆的状态 那现在呢也开始开启 那希望在未来也可以让我们部落青年 可以返乡来服务 然后也让我们的部落青年呢 有在地的工作机会 对于该选区的议员简志龙议员表示 温泉泡角池的计划已延当青年 乡民都给予相当高的期待 能够看到工程的开工总算是有所进展 在105年的经过智商同学之后 进到108年深圳核定 但中间的过程里边到111年 那其实有经过了一些计划的修正 那这整个过程里边 其实有我们会看到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那老百姓对现在包含他们之前所提的计划方向 那跟他们所想象的完成居然不同 那第二个那又因为整个执行计划的过程里边 其实可能原物料上也好 那这这件事情他并没有跟族人说明 造成地方对公所有一些的不信任感 那也借这个机会呢 那我们还想说透过民政小组这样的一个专案会议 那借这个方式我们再来跟族人 等同是我们把这个桥梁重新做一个搭建 让老百姓跟公所也好 那在这个机会都能够把这所有任何事情都能够了解跟理解 不过在会议中也有议员提出 一旦温泉转叹成功 维护管理的人力也必须要有配套计划 才不会让公所的美意大打折扣 让温泉暨观光产业发展计划 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导